大家各位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来参加今天这堂Talk 然后今天是Adjection From YOLO V1 to YOLO V4系列的Part 2 然后今天又讲的主题是从DSSD to YOLO V3 然后这是我个人简介 然后过去有做过电脑视觉还有自然元素 这个大概给各位简单看一下 那今天就开始进入今天要讲的主题 就是DSSD 然后DSD它全名的是Deconvolutional Single Shot Detector 然后它其实就是基于SSD 然后把FPM把它导入进来 然后这个就是它整个网络的架构 然后这边我们先从这张图来开始讲起 它是怎么从SSD变换到DSSD过来 然后SSD这是原论文 它原论文用的架构图 然后在DSSD它这边也有画一个SSD的架构图 然后他们两SSD用的Backbone是VGG16 然后因为DSSD它用的Backbone是Resnet101 然后它这边就有做这两边的主干 第一个就是差异就差异在差异在这边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差异呢 就是说它这边也有做一个实验啊 它这边就实验说用Resnet效果有没有比较好 其实从SSD300啊 它假如input只有300多的时候 其实它的用Resnet它效果反而没有比较好 它的MAP反而变差 可是为什么这样还是要用它呢 这个主要就是说它把input size 当变到500多的时候 它的MAP就差了将近1% 1.1%左右 所以因为为了要侦测更小的物体 所以一般input size会弄成比较大一点 而且然后刚好在Resnet 在input size比较大的时候 它的MAP也比较高 所以它这边采用的Bitbone 就是从VGG把它改成到Resnet100 然后呢 这一 然后从这边就可以很清楚 SSD跟DSD SSD它最大的差一点在哪里 SSD呢 它是直接在做downsampling的时候 它这边的每个feature map 这边每个feature map都去做predition 可是它就是 它觉得这样的特征是不太足够的 所以它就是希望结合那个FPN 那个 它在后面更深层的再结合前面 比较浅诚的特征的feature map 去做combination 然后不断去做predition 然后它希望能让侦测小物体的效果能比较好 所以这个就是把FPN的架构导导入到SSD 这个 那是什么上面发现一下 拉过去 它这边 它这边拉过来就代表说它有做predition 征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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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这个比较小的feature map 这边也会做征测 然后这个更小也会做 都会做 所以像它你看这边没有 它这边就是做decomination 对 对对对对就是像这个 那如果没问题我就继续往下 然后首先它这个DSD它有先介绍它的module 它第一个是它的predition module 然后它的predition module主要有哪几种形式 它像这边的就是这些小小的都是它的predition module 然后它predition module最简单有什么形式 它就直接最后的一个feature map 就直接接那个classification 还有接location的regression 然后获得我在做更多的convolution 做特征的抽取之后 我才去做classification 它有做那个regression 然后后面其实这边都差不多 就是用更多的特征抽取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把那个 recenate的recedure connection 再做一个convolution这样 然后这边就跌两层 然后这边其实就会做一个实验说 其实它这样并不是说跌越多就一定越好 然后它这边就有做一个实验 然后它这边就有做一个实验说 然后它最后有针对V、C、D这三种module都去做实验 然后后来发现C这个module C这个module它的MAP值是最高的 所以在本论文中它就采用C这个架构 这个跌越多层它增测效果反而没有比较好 而且还会增加运算量 所以这边它是从实验结果所得到这个架构的 然后接下来是它的deconvolution module deconvolution就是红色这一块 然后红色这边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首先从绿色这个小区块 从这边绿色的小区块来 我们来把它做一个放大 放大拆解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FPM的架构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它 最上层直接 把它的 把它的FITULE MAP能做deconvolution的动作 所以做deconvolution 然后因为它要跟这边的FITULE MAP做连接 因为这个FITULE MAP比较小 所以它必须做deconvolution 然后下面这边就是把这边 它又做了一系列的convolution vn renew convolution vn 然后这两边的特征就把它 直接把它 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结合的方式有两种 是做animal wise的summation 或者是animal wise的potation 然后它哪一种效果比较好 哪一种效果比较好 它这边也是从实验得到的 它经过前面这个FPM架构 它后面还是要接一个quick issue module 然后它这边两边的特征要用哪一种 它有做把两边的特征summation跟potation 然后后来发现是做animal wise的potation 效果是比较好的 这MAP有稍微多0.2% 所以它这边就是最后采用animal wise的potation potation 这边是做deconvolution的动作 这边就是对应到这边 对应过来 然后这边的就是做这样的动作 最大的关键这边有做一个deconvolution 这边 deconvolution 对 你好 大家如果说 应该讲的 这个比较 我看是在这边的加分 对对 它这边都有 因为它 这边就直接叫deconvolution 然后就是 因为一般常用应该会用什么transpose 然后他在这边就deconvolution 然后有些是直接就直接acent 有些直接更直接 就像这样 然后这边路人大概架构就像刚刚哪样 其实蛮简单 然后它实验结果就是 既然这样低SSD 一定知道跟SSD做比较 然后左边的图就是SSD 然后右边的是低SSD 然后从这边可以看到 它可以侦测到很狂的明显很多很多 尤其像这个飞机 飞机你看这边密密麻麻 它还侦测到 然后可是像SSD 它都侦测不太到 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 FPN它的规律真的是蛮下的 从后面的EURO V3 其实它都有导入这种架构 所以我觉得FPN这边路真的是蛮不错的 所以它概念简单 不过就是蛮实用的 然后从这个时间也可以看到 它在侦测小物体的时候 它的AP MAP这边就会多了将近三个百分比 从这边可以看出来 就是SSD跟DSD来做比较的话 然后接下来是DSOD 如果你对于此字的主题有兴趣 可以帮我按赞 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 或者在下面资讯栏留言或问问题 非常谢谢